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在游戏和电影中出现的破甲剑 火剑 爆炸剑 毒剑等特殊剑矢的原理和作用 古代人称剑为始 可以说弓和剑是同时代的产物 最大的剑矢非常的简单 就是用一根树枝或者竹子结成一定长度的剑感 在一端削尖 尾端简单弄过缺口就成为了最朴素的剑 但这种剑因为没有剑语 射程和精度都非常的低 一只标准的剑矢 由箭头 箭杆 箭语和箭尾四个部分组成 如果问你一只剑哪个部分作为重要 估计有人会说肯定是箭头啊 毕竟就靠正玩而去杀伤敌人 其实错了 一只剑最关键的部分其实是箭语 因为它会很大程度的影响箭矢的飞行 要是箭矢都飞不准 那么箭头再有杀伤性 射不中也没多大意义 对于箭语 原始时代的箭语没有过多的讲究 甚至一些箭矢还没有箭语 慢慢人类开始意识到箭矢飞行轨迹的问题 于是想办法加以改进 从大自然的鸟类中提取羽毛夹在箭尾处 希望借助羽毛与空气的切钩来修正或者平衡箭矢的飞行姿态 箭语的材质 一般古代最好的材质是凋零 但凋零这羽毛哪有那么好搞 因此根据箭矢的不同 会选用别的材质 目前主要的材质有用动物羽毛做的针鱼 效果好 重量轻 但有个坏处就是如果下雨把羽毛打湿了 会影响箭的飞行 因此后来又用塑料等材质做的焦鱼 甚至还有铁片和硬树也做的箭鱼 别小瞧这几片箭鱼 实际上它是整支箭最复杂的部分 不同的箭矢需要配备不同的数量 材质 长度的箭语 甚至沾羽毛的方向也会影响箭矢的飞行轨迹 箭语的粘法分为直语 斜语和旋语 直语就是只要在箭杆上粘 斜语会随着箭杆斜着粘 旋语会旋转的来 这些粘合的形状也会影响箭矢的飞行 例如旋语会让箭矢发射后 所有羽毛的形状与空气阻力的摩擦进行旋转 有了像子弹由弹线摩擦出弹后导致的自选 这样精度会提升不少 但也让空气阻力的摩擦变多 箭数会变慢 一般旋语会用于竞技比赛 而箭语的数量就更为讲究了 没箭语的光感箭 射速快 但精度会很差 如果要上箭语的话 箭语会分为单语 双语 三语 四语等等不同情况 羽毛的夺杂会影响箭矢的稳定和箭数 在一定范围内一般羽毛越多 箭矢的均准度越高 但因为和空气摩擦变得更多 也会导致箭数变慢 目前出于箭数和精度的平衡考虑 三语箭用的较为不便 在我们简单了解箭语后 接着我们来看看箭杆 作为箭矢的主体 传统箭矢的箭杆基本还是用竹木两种材料制成 而现代的箭杆多用碳纤维 铝合金 玻璃纤维 一般讲究点的箭杆中间 还会用些花纹来装饰 或者加上射手的名字 免得你一箭射别人把上 最后分不清是谁的箭 让你的箭就没了 射箭的时候 特别是使用一些没箭台的弓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就是箭是斜靠着弓把来进行射击的 按理说 这些斜着搭肯定是沿直线斜着飞出去 因此用箭头来瞄准的时候 发现会射偏 但用弓把来瞄准 虽然箭是斜的 但居然能射准 这个很费脑子的事情就被称之为弓箭手背论 实际上要理解为什么斜着射还能直着飞出去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了解箭杆的一个物理性质 就是 劳度 这个词在建筑学上用的比较多 但用在箭杆上 就代表着箭杆抗弯程度 同时的理解就是这箭杆并不是非常近 搬都搬不动 而是能进行弯曲 有一定形变程度 在用力拉弓时 箭矢本身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形变 射箭的瞬间 箭尾首先接受到来自弓弦的强大推力 这个力量 瞬间会随着箭矢向前传递 箭杆会产生形变 它就像弹簧一样朝另一个方向回弹 这就是会产生左右摆动的原因 虽然箭是斜靠者射出去 实际上因为箭杆挠弱的问题 箭杆受力后会甩起来 像电漫一样左右甩着飞出去的 就算把箭吸着弓霸靠 但因为挠弱的弯曲 在那一瞬间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弓霸 在箭发射来回摆动的过程中 箭实际上有两个点始终保持不动 这两个点就是箭杆来回波动的波解 把这个波解连成一条线 来对准目标点就能收中目标 不同的箭矢都具有自己的牢度 弹性越强 牢度越大 箭矢左右摆动的频率和幅度就越大 相反 牢度越小 频率和幅度也会越小 现代的一些弓 为了减少或者消除这种波动 做出了不少改良 比如做个大箭台 或者复合弓有更为先进的跌落箭台 这些设计避免箭杆技术弓霸 减少箭矢势劳度的干扰 同时箭杆劳度的强和弱 并不代表好和坏 它是需要和你弓的磅数所匹配 如果箭杆的劳度太低 就是太软了 用高爆速的弓射出去就会飘 选择能搭配弓磅数的箭矢才是关键 最后一个是箭头 最糟或者最质朴的箭头 就是我刚才说的 直接把木质或者竹子的箭杆 头部削箭来当箭头 但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杀伤性一般 而且设硬质物体上 直接把箭头给你撞坏 于是人类又开始在箭头上 经营额外的装配 六七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就出现了疑似骨质箭头的物品 当时人们把石片 瘦骨或者贝壳 磨损锋锋的形状 来连接到箭杆头部 这样的箭头可谓是一大进步 因为直接用硬的物体 比单纯削箭杆杆要强的步骚 但这些都是受科技水平的限制 只能利用大自然的资源 进行简单的加工制作 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 人们开始慢慢掌握 金属资源的采集和演练 并且还能对形状 进行更好的加工 一些箭头开始用青铜锁打造 造就出了笔石箭头 三能石箭头 原坠石箭头和平头 后来再随着液晶技术的进步 钢铁箭头也诞生了出来 从古至今 不同的文明和朝代 创造出了不少箭头 再根据用途的不同 让箭头的形态更是数不胜数 我现在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各个时期的一种 不同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箭头 那首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箭头 这是我们的辽津宋时期的一个箭头 它的一个特点的话 就是拥有比较尖锐的一个箭尖 然后的话做的也比较小 这样的话是方便刺透敌人的盔甲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辽津宋这个时期 是一个铁甲洪流对峙的 这样的一个时期 双方都有着极高的一个皮甲率 所以说这种箭头 在当时的一个生产量和普及率都非常高 以至于现在就是在一些地区 开墾田地的时候 都能挖出来一些这样的一个箭头 存量是比较大的 当然话 除了这两种一种破甲箭头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破甲箭头的话 是一种错峰箭头 它的一个特点的话 是一个横界面 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样的话有利于就是 刺中敌人的铠甲之后 能够更好的把这个铠甲给撕裂开 是一种比较凶狠的箭头 当然话 所有的破甲箭头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杀伤力是相对弱的 射击没有铠甲的目标的时候 通常会使用这种比较宽大的箭头 这是一只清代的箭头 这种箭头的话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跟我手掌的一个对比 非常的宽大 在射中没有铠甲的物体之后 它会创造出一个巨大的一个切口来 使敌人或猎物的血液奔涌而出 快速的失血 然后失去活动能力 这种也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箭头 但是它对于铠甲的一个 杀伤是比较弱的 当然话 在这之前 辽津宋时期的一个箭头的话 会比这个清代众小很多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确实是 弓箭发展到了末期的一个巅峰状态 用的东西都尺寸都大了一大圈 介于这种射猎物的和破甲的箭头的中间 还有一种箭头 它兼具了就是穿透敌人铠甲 和进行这种就是无甲目标杀伤 都有着不错效果的这样一个箭头 这种箭 当然这个话也是清代的 然后再说一下一种特种箭头 在清代的话叫做奇眉针箭头 它的这个地方是平的 像一个螺丝刀一样 它会特殊一点 它是专门用来设计锁子甲的 这样的一种箭头 它可以斩断锁子甲的铁环 然后刺中就是人体 它会比这种尖锐的箭头刺开的这个伤口会更不均匀一些 然后也更难就是去处理和愈合 那我再说一下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么多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箭头都有个特点 就是除了箭头之外 它有个很长的尾巴 这个尾巴的话叫做挺 有了这个挺之后 箭杆它是这样配跟箭杆配装的 插入这个木质或者竹质的箭杆里面 然后这一段就会变得更有强度 就相当于我们的钢筋混凝土 在混凝土层当中会有钢筋这样的一个效果 提高的这个箭的强度 使箭不易折断 有更多的动能去清澈它的装甲或者它的肌肉组织 这是我们的 你看这样 这样我们可以很好插进去 就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箭的一个箭头的一个构成部分 当然的话现在我们比赛的话 我们肯定是不会用到这种箭头 通常的话是这种靶箭头 它是一种去杀伤力的箭头 虽然也比较尖锐 但是已经就是没有韧口 没有多少的一个清澈破坏力 有两种 这种是带配重的 然后这种是不带配重的 这是我们的现在的这种 就是比赛用的箭头 看完了传统箭头的用途分类 我们来看看现代箭头 现代箭头基本可分为比赛用的打靶箭头 受力用的裂箭头 以练习用的海绵箭头等 至于这些箭头的威力 我就让穿命令的老哥们给大伙实验一下 但注意啊 大伙就单纯看看效果 整个乐子就行 不能做一些参考依据 你别看了这些节目 出去到处说 一键就可以撕穿板奖 很像问你哪看的 你说狗桥一边看的 这又容易出问题 因为他们用了箭头的工艺 材质 一辈色的甲轴等 不少都是现代做的 设计工的棒数 距离等也各有不同 所以不能作为严谨的科学实验 大家感受一下箭尺的威力就行 我后面一层一层打到的 我后面一层一层打到的 箭头没了 箭头没了 这个是热处理缸的甲片 甲片打甲口上 但是反面没有穿 也没有什么形变 反面 反面 穿了 切断了 完全切断了 好锁子甲加棉甲加入 好锁子 甲片也没穿 对 然后头给磨 也是打掉了 头也磨掉 然后扎了一点点眼 扎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里面 箭头给磨断了 磨断了之后呢 它贴在棉甲上 把棉甲滑破了一点 但是没有扎穿棉甲 也就是里面的人是没有事的 我们再给大家大体上讲完箭尺的结构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说下 电影和游戏中出现的各种火箭 爆炸箭 毒箭等特殊箭矢 究竟是什么样的 例如游戏中带毒的箭头 受众目标会让它中毒 然后慢慢扣血 最后死去 实际上给箭脆毒 没那么费劲 甚至没必要 原始社会所用的石箭头 骨箭头三二性就不小 主要是这些石头和骨头做的箭头 受伤身体后可能会产生碎片 拔出箭杆 箭头的渣子还在身体里 导致非常难治疗 古代有些金属箭头 士兵们故意会让箭头留下铁锈 箭头还又长又尖 射中人后会导致破伤风感染 以前古代没清没素 很多人被射中当时没死 但后来都躲不过伤口感染 还有一些士兵喜欢把箭头 先擦地上弄脏 或者大分里 让箭头带上细菌来射击感染敌人 三国时期 关于刮骨疗毒的典故 就是中了带有毒素的箭制 索性及时治疗才把了条命 除非刺压行动等必须确保物妖快速死亡 才会给箭头吹上专门的毒液 一般来说 单纯的箭动能已经足够 而且箭头够多了 还要额外吹化学毒弄的并不多 古代还做出了一种带响声的箭矢 叫鸣笔 在箭头处加上用骨或瘦脚等材料做的响子 发射时划破空气产生尖锐的响声 这种响剑多用于发射信号传递命令之用 另外就是给箭头点上火 火箭在古代用的也是非常的多 点火的箭加一个燃烧的buff 伤害肯定会提升一点 但还有个原因是以前很多建筑工程器械等 不少是木质的 用火箭就希望来点燃敌方的这些木质品 来进行燃烧造成火灾烧回粮草等效果 特别是海战用的最多 巴不得把对面的船给点了 但是当年草船借舰 诸葛亮借来的是火箭就有意思了 火箭还有个作用 有点带现在夜光弹的意思 尤其是在夜晚作战 弓箭手舰阵抛射时 能大概通过火箭直到落点 跑为后续射击进行修正 不然黑灯下火的设计轮 都不知道箭掉哪儿去了就很亏 后来火药发明了 古人们发现火药不但能爆炸 也能控制燃烧来利用反冲力 于是就搞出了火箭主推箭 无碑之力就记载了不少 在箭杆前端绑上火药桶等 点燃利用燃烧的推力来进行发射 之后在明朝研究的最多 还搞出了一次性立即发射几百只的火箱车 这种设计也没了后来出现了爆炸箭 可于是如今游戏中只要有弓箭 爆炸箭就是最常出现的东西 简单列的设计又把爆炸物给装箭杆 点燃引线给射出去 也有直接把箭头换成碰撞引线的弹头 这东西其实并不算复杂 国外民间就已经有人搞出来了 至于制作工艺花样百出 反正射出去确保能炸就行 唯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在于装药的多少 装药多射成劲下坠厉害 搞不好飞个五米爆炸还把自己给炸了 装药撒射得远 可这放鞭炮呢 还有一种孤岛危机装瘤热剂经营燃烧的箭头 反正这个原理大家想一想还是很简单 就是绑上这些东西射出去能触发就行 但现实中初步出现 是取决于好不好用和成本的问题 至于像孤岛危机和消失的光帽里 还出现了带电机的箭头 什么射人身上给人电麻痹的 射水里打电把水中的敌人全给电翻 这个就基本没有 而且也没有颜值必要 因为现实中已经有更好用的东西 太射枪 总的来说 从这一箭矢的演变和进化 我们得以窥见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下期我们将给大家讲述空间的应用 例如什么是蒙古射法 地中海射法 弓箭守在古代战争中的站位 移工的一些奇怪作用 感谢收看本期的布置游戏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赞 关注点击小铃铛 我是乔一 我们下期再见